我连生两个女儿,公婆当场走人,有儿子的都嘲笑我,生女儿有什么用,长大了还不是跟人跑了,25年后风水轮流转,他们羡慕我又求我的时候,我说,你们不是有儿子吗,找儿子去啊,依,哇,婴儿的啼哭声让我从麻醉中清醒了过来,我是破公产的,感觉到医生正在给我缝合肚子,我才意识到我的宝宝出来了,见我有点儿清醒, 护士把婴儿抱到我眼前说,来,亲一下妈妈,妈妈辛苦了,一阵幸福感涌上我心头,医生,是男孩还是女孩呀,我迷迷糊糊地问了一句,医生没有迟疑就告诉了我,女孩,我一听,心里第一个念头就是有点遗憾,不要骂我,我一胎是女宝,想要儿女双全是人之常情吧,但并不代表我不爱女儿,得到答案后,我又迷糊过去了,等被推出手术事实, 我没看到我公婆,也没看到我老公在等我,还是医院护工把我推进病房的,等了一会儿才看到我老公宋时焦急地抱着小宝进来,他一脸歉意地看着我说,对不起老婆,我刚刚抱宝宝去打疫苗了,我哪哪都疼,刚好又是一月份很冷,我浑身都在抖,又在挂工缩速,疼得我眼泪都掉出来了, 我忍着痛安慰了他说,没关系老公,爸妈呢,宋时文言,脸上闪过一丝慌乱,解释说,爸妈接到电话说家里来了亲戚,等着看小宝,所以他们先回家招待去了,听完后我心里就觉得很别扭,难道亲戚比我生产都重要,但是疼痛让我没有细想就相信了老公的话, 直到老公出去买饭,两个护士以为我睡着了,在偷偷聊天说,哎,你知道吗,十七床真可怜,他公婆一听到他生的是女儿,掉头就走了,就是,一看他们就是重男轻女,另一个护士也附和说,我心里一咯噔,十七床不就是我吗,难怪我出来就没见到公婆,他们本来是跟我们一起来的,可见刚才宋时跟我说的是骗我的,纵然我知道我公婆会招待我, 是重男轻女,但没想到会直接做出这样的事来,我一胎生的也是女儿的时候,他们为了维持面子,虽然不是很开心,但也没有这么急不可耐,就露出本性的,等我大饱两周了,他们就才催我赶紧生二胎,等我真的怀上二胎的时候,时间一到,他们就叫我去咽血,我不同意,我老公送食也不同意,他说是男是女,他都喜欢,我虽然想儿女双全,但真的两个女儿, 我也喜欢的,所以我们就没去咽血,等过了三个月,他没有让我去找熟人做B超,我还是没有答应,都成行了,难道还拿掉不成,三番两次的违背他们的意愿,公婆已经不是很开心,等我怀孕四个月的时候,老公的大哥老婆刘艳又生了个儿子,可把他们高兴坏了,大哥连生两个儿子,大嫂刘艳让公婆在村里长了脸,一高兴把四楼的一间房又给了他们,婆家是自建了, 一栋有四楼,一楼是厨房和客厅,我们在二楼,大哥一家在三楼,公婆住四楼,每一层都有三个房间,四楼只有两个房间,除去公婆的,还剩一间,现在就给了大嫂了,我倒不计较这些,只是被公婆这样重男轻女的做法给惊呆了,可是我没想到,比起在医院掉头就走,那还是小儿科。 二,在医院住了一个礼拜,都是送食在照顾我,我们没什么钱,请不起护工,都是送食亲力亲为给我擦身,给小宝换尿包等等,看着他如此贴心,公婆再不好,我心里也好过一点。 住院期间,公婆没有露过脸,等我出院回去后,他们也冷冷的,婆婆当场就说自己腰痛没办法照顾我月子,公公更是一声不吭的抽烟,只能又是送食来帮我做月子,不但要照顾我又照顾小宝,他一下子就憔悴了很多,我看了都心疼,还好大宝被送去我妹家了,不然完全顾不过来。 可是谁让他父母如此呢?他作为儿子都已经无话可说了,我们只能看着公公整天无所事事,也不抱小宝一下,婆婆天天就带着大哥的小儿子送乾坤,我的小宝他看都没看一眼,更不用说抱一下,月子坐了半个月的时候,我大姑姐宋玲带着儿子来了,他嫁到本村,离得不远,经常回来,生了一儿一女,听说很受婆嫁喜爱,可我不喜欢他,很不喜欢,每次他回来, 啥也不干,只知道等吃,他儿子女儿更是很讨厌,不但跟我大宝各种抢玩具,抢电视,还会打他,每次我都还没发作,就被我公婆装模作样,不痛不痒地说一句,不要闹,害我气得半死,又没办法说。 不知道是因为刘燕生了两个儿子,还是因为刘燕比较泼辣,大姑子从来不敢得罪刘燕,她的儿女也不敢得罪刘燕的两个儿子。 现在我又生了一个女儿,她居然阴阳怪气地跟我说,两个女儿怕啥,现在都开放三胎了,还可以再生一个吗? 我马上就冷下脸了,我浑身又是刀口痛,又是长奶痛,你居然还叫我再生一个? 我回了一句,不生了,宋石也说不生了,两个女儿挺好,哪里好,生女儿有啥好,长大了还不是跟别人跑了,大姑姐都还没说话,刘燕刚从楼上下来,马上就回了我一句。 这真的是戳我心我子说的,我不知道我女儿会不会跟别人跑,但我知道你要是没有两套房,两辆车,你的儿子娶老婆就难了,我毫不留情地戳了回去,说我还可以稀释宁人。 但说我女儿不行,被我这么一枪,刘燕瞬间脸色轻一阵白一阵,还死降着说,那总比你两个女儿好,你们老了都没人养,你这话说的未免也太早了,有没人养日后自会见分晓,虽然心里被戳痛了,但我面上也不想输她。 这时大姑子说了一句,大嫂,不跟她多说,她就是见不得我没有儿子,刘燕马上拉起大姑子的手,满脸铲笑说, 妹妹就是懂事,我们都是有儿子的人,不跟没有儿子的人计较,我心里气得眼泪都快出来了,被我硬生生地忍住了,就在我委屈不知道要怎么办的时候,宋氏回来了,估计一进门就听到了他们的话,顿时就冷着脸说,嫂子,宋玲,我就是生了两个女儿,但也跟你们无关,我很爱她们,你们在如此冷嘲热讽,别怪我撕破脸, 他们两个看宋氏态度如此强硬,赶紧溜了,刘燕走的时候还不忘再戳一句,都是要绝户的人了,还硬起个屁,我差点要挺起身去骂她,但被宋氏拦住了,她把我安在床上,安慰我说,别跟他们一般见识,书真,我们是读过一点书的人,我们知道有儿子并不代表什么,我们把女儿养好就行, 看着她戴着乌青的眼,我再也忍不住哇哇大哭起来,在这重男轻女的社会,我老公居然看得比我还开,我真的太幸运了,这是要是放在别的女人身上,保准被老公和公婆集体欺负逼迫,直到生到儿子为主,见我哭了,宋时又难受起来,擦着我的眼泪说,别哭了,你还在月子里不能哭,到时候眼睛都不好了, 我应了她,就抱着小宝睡了,等满月的时候宋时说要请客,做满月酒,公婆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们说生的赔钱货,请什么客浪费钱,我当场就抱着小宝冷着脸不吭声,宋时立马反驳,爸妈,我的女儿不是赔钱货,她们是我的心肝宝贝,再说请客又不花你们的钱,你们愿意就喝杯酒,不愿意就别上桌,公婆瞬间不说话了 三,满月酒那天,宋时请了亲戚和村里比较亲近的人来,在满月酒之前,还特意去城里订了红鸡蛋挨个给他们送去,算是报喜,我们备了十桌酒席,来吃酒的大部分亲戚还算好,但有些不识好歹地跟大嫂刘艳沆瀣一气,在阴阳怪气的议论,还没见过生两个女儿的还荡宝一样,就是,要是我生了两个女儿坑都不坑生,还请什么客来丢脸 我也是,无不例外的,他们都是生了儿子的 我听到了他们的话,宋时也听到了,当场就退了他们的水里,把他们请出去了 等开席后,我看到公婆和大嫂带着两个儿子偷偷摸摸地上了桌 大姑子也带着一儿一女上了桌,没水里 我假装没看到,就当是拿去喂狗了 四,满月酒过后,大宝也接了回来,他已经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开始我们是想在村里幼儿园读的,后面宋时仔细想了想,还是决定去城里 我和宋时已经没什么钱了,去城里没有关系的话只能读私立幼儿园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但宋时说,就算私立幼儿园也比村里的幼儿园好 最起码起点就比我们自己高了 开始我还有点犹豫 他又说,你看看我们两个就是在村里读的 读到初中就读不上去了 你想我们女儿也这样吗? 我肯定不想,立马就赞成了她的决定 说,大不了我们多吃点苦就好了 等我们准备要去城里的时候 公婆又阴沉了脸 婆婆直接就开骂 宋时你个白眼狼 我养你到这么大 供你读书盗娶老婆 你倒好 现在就想带着老婆孩子远走高飞 生了两个赔钱货,还去城里读书 简直让人笑掉了大牙 真是气死我了 你妈说的不错 女娃在村里随便读一下就好了 宋去城里做什么 公公抽着烟也反对 你们又不待见我们 我们去城里还可以工作 留在家里做什么 面对婆婆的破口大骂 宋时极力忍耐 但立场坚定 大哥宋国和大嫂刘燕在一旁看着 冷笑不已 大哥宋国是个木讷的老实人 弯弯道道不多 所以才被刘燕拿捏得死死的 此时她没坑一声 正常场合都没有她说话的份 在家里就是个透明人似的 刘燕见宋时反驳 酸溜溜的开口了 头一次见两个女儿还拼命要去城里读书的 要是我女儿 读什么书 随便使几个字就好了 反正将来也是嫁到别人家 这不是便宜了别人吗 她这么火上一较油 婆婆更是火冒三丈 又开始大骂 你们把两个赔钱货当宝 以后有你们吃苦的时候 我劝你们还是赶紧给我生个孙子吧 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直接就兑回去 那么想生儿子 你大可以自己再去生一个 我反正不生 城里我们也去订了 反正你也不给我们带孩子 关你们什么事 说完我和宋时就上了楼 再也没有理会他们 我们收拾好东西 马上就搭车去了县城 我们租了一个房子 房子不是很好 是城中村的老房子 又旧又黑 但我们也没有嫌弃 因为我们的钱让我们没资格嫌弃 因为要带两个孩子 我没办法上班 宋时紧锣密鼓地找了一份 建筑工地的工作 他说虽然很辛苦很累 风吹日晒的 但只要够努力 工资还是可关的 然后找了一个口碑比较好的幼儿园 把大宝送了进去 我虽然生的都是女儿 可是我两个女儿都是天使宝宝 大宝去幼儿园从来不哭不闹 甚至很喜欢去 很多时候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他 每次当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一直哭 哭的父母心都碎了 我就很感谢我大宝没让我也跟着哭 小宝也是不怎么哭闹 吃了睡睡了吃 没事就自己躺着玩 这让我有时间做家务 还能在手机上找找兼职来做 送食让我不要那么累 说钱他会赚 我只需要照顾好两个女儿就好 可我也心疼他夏天暴晒 冬天早起挨冻 为了多赚一点钱 很多时候还加班干活很晚才回来 我兼职一个月零零散散也能赚个几百块 解决房租 我也有成就感 我说正因为我们生女儿 所以我们更需要努力的把两个女儿照顾好 供她们读书 读大学 只要她们会读书 我们就一直供 不用看公婆的脸色 也听不到大嫂她们那些人的冷嘲热讽 我的心情都愉快了很多 虽然钱不是很多 自己带孩子很累 但是我心里开心 脸色都自然而然的好多了 六 在县城住了半年 除了送食 我们母女三人都白了许多 等大宝放暑假的时候 我们回了一趟老家 公婆看见我们 当然没有什么好脸色 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嫂见我白了 穿着打扮也比她时髦好看些 跟我说话的语气更是酸溜溜的 味道一米开外都能闻到 大哥宋国看到我突然眼睛一亮 然后又迅速地按了下去 好像刚才的那个明亮的眼睛 不是她的一样 刘燕不知道是不是也看到了 她突然凶起了宋国 宋国 我也要去城里 大哥看了她一眼 然后冷冷地回答 没钱 刘燕气得要死 手指着大哥 抖个不停 嘴里一直说 你你你 窝囊费 宋氏没钱都可以去城里 你怎么不可以 大哥被他这么一比较 一向寡言少语的他 居然张口就说 谁让你两个儿子都在村里读书 不方便 再说 我哪有钱去供他们两个在城里读书 能在村里读已经不错了 我没想到 原来大哥宋国居然没有觉得生了两个儿子是多么好的事 还以为和刘燕一个想法呢 不过宋国不像我老公宋氏那么勤劳 他文化不高 在地里干活 能温饱就行 是不想赚大钱的那种人 可惜了刘燕剃头挑子一头热 刘燕显然又被气到了 已经口不择言 村里能读到什么书啊 你知不知道他们两个成绩都差得要死 再不去城里读 连高中都考不上 我听了心里一乐 果然是没脑子沉不住气 这样的话也敢在我面前说 宋国反驳 不会读书去哪里读都一样 干嘛浪费钱 说完碗筷一放就走了 刘燕也气得碗筷一摔也走了 公婆从头到尾都没说话 不知道在想什么 第二天 大姑子宋玲又来了 她的儿女又是一个不少的一起来了 他们还在吃饭 我先上了楼 刚到楼梯口就听到我大宝在哭 等我上去一看 是大姑子十岁的儿子张顺顺打了我大宝 我过去把我大宝拉到身后 就转身问他为什么要打妹妹 你猜 我这个好外甥怎么回答我的 他说 都怪他太白太漂亮了 我讨厌他 是了 在城里住了半年 不单是我白了 连我两个女儿都白白嫩嫩的 可他这是什么逻辑 我当时灵光一闪 脑子里好像意识到什么 没想到嘴巴先问出声了 你不喜欢妹妹是不是 他瘦小的身子一挺 回答我说 是 我就是不喜欢女的 他说他不喜欢女的 我心里一喜 马上问他 那你爸妈知不知道你不喜欢女的 他想了想说 我才不会跟他们说 他们不懂我 我瞬间笑了 第一次觉得看他挺顺眼 我鼓励他说 那就不要说了 舅妈我是懂你的 他有点不在乎的回了我一句 无所谓 我不需要人懂 就跑了 看着他消失的身影 我心里有点乐开怀 等乐过后 这个重大发现我就藏在心底了 七 时间过得很快 等大宝要上小学的时候 我们在县城 在县城已经住了三年了 小宝也上了之前的幼儿园 我白天算是解脱了 我找了一个咖啡店服务员的工作 工资不高 但是老板答应我中午可以下班回家 给大宝做饭 因为这样我们还换了一个比较好的出租屋 虽然不大 但至少干净 房子还挺新的 所以我很满意 大宝高高瘦瘦 白白净净 可能加上亲妈滤净 我真的觉得他好看 我小宝也是 所以我问大宝要不要去学点什么的时候 他立马就跟我说想去学跳舞 而且还答应我 不影响学习的前提下 他这么懂事 我高兴极了 马上找到一个舞蹈机构给他报了名 他果然说话算话 自制力极强 每次都是写完作业以后才去练舞 或者去放松看半小时电视 每次大宝练舞 小宝也会跟着学 居然学到了七七八八 我简直太意外了 大宝很争气 成绩一直都在全班第一第二名 年段前十名 我们最近几年都没有回去老家过年 因为上次回去让我们十分不愉快 从那次后 我们决定没啥事 就不回去过年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公婆对于我们不生三胎 本来还抱着怀疑的态度 可是眼看我小宝越来越大了 我都不生 他们又生气了 吃年夜饭的时候 长辈给孩子发红包 公婆给大嫂两个儿子都包了大红包 我两个女儿都没有 吃饭的时候 也是只给他们加菜加鸡腿 我大宝加了一块鸡肉 筷子都被我婆婆打掉了 大宝一下子就哭了 把我气得抱着他们就下了桌 还把我买的几个菜给端走了 端到二楼 我和宋时一人喂一个 大厨西的 宋时也被气得够呛 第二天年初一 我公共出去走亲戚拜年 半上午就回来了 一到家冷着脸就算了 突然就开始砸东西 把一楼大厅能看见的厨具碗筷都砸了 一边砸一边凶我们 真是丢脸了 别人家的每个儿子都生了儿子 就你们不生 害我出去被别人笑死了 我两个女儿都吓得往我身后躲 宋时当场就把两个女儿揽在怀里 安抚他们以后连反驳都不想 直接上楼收拾东西带我们回了县城 从那以后我们过年都没回去 每次在城里过年虽然冷清了一些 但我们很开心 城市里谁会管你生儿生女 再说大家对女儿都很宝贝的 很多人还说生儿子只是名声 生女儿才是福气 是不是福气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虽然我生了他们 但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并非一定要把他们死死的绑在身边的 这几年大宝和小宝都顺利的读完初中 大宝中考以优异的成绩进了现一中 小宝的性格和成绩都跟姐姐的不同 大宝比较沉稳安静 做事稳妥 小宝可能比较小 他就比较调皮外向 做事就是比较风风火火 成绩也不像大宝那样好 我虽然很想望女成凤 但是也不想一直逼迫他学习 我怕把他逼成人格分裂 因为我听说有个学生就是这样 已经被父母逼迫到要去做开颅手术了 我们每个月赚的钱差不多刚好够用 我也很节省 怕将来大宝真的可以考上大学 那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高中三年一晃而过 大宝迎来了高考 爸 我和宋时也尽量给他安静的学习空间 为了缓解大宝的压力 我们没有刻意的改变饮食等等 原来家里怎样 现在还是怎样 营造了一个好的氛围 大宝天天就刷题刷题 不用我督促 自己一刻不放松的迎战高考 等高考终于来临之时 我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 送他去学校 我没经历过高考 看着他进考场 我比他还紧张 他走之时还笑着跟我说 妈妈 别紧张 我有信心呢 你应该相信我 看着这个从小不点长到比我还高的女生 我有点恍惚 时光终究快的 让我抓都抓不住 等高考最后一科考完了后 大宝终于放松了所有绷紧的神经 他自信的跟我说 妈妈 我觉得我考的还行 我眼泪就想掉出来 但我忍住了 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段时间只顾大宝 没顾得上小宝 等大宝考完之后 我突然发现小宝有点心不在焉 经过我几天的仔细观察 突然发现他经常不自觉的笑 还经常比平时晚半小时回家 我心里一紧 他这样的感觉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特意抽了一个下课时间去学校接他 提前等在校门口 但我故意藏了起来 等放学后 就看到他跟一个男同学有说有笑的进了一家奶茶店 我忽然就血气上涌 差点也跟了进去把他拉回家 但我忍住了 甚至没有告诉宋时 等他回来后 我找在他洗完澡回房间的时候 我也进去坐在他们两姐妹的床上 我们出租屋不大 两室一厅一味 我和老公一个房间 他们两姐妹一个 也幸亏是两姐妹 不管多大了都还可以一起 要是兄妹或姐弟 那肯定不行的 小宝 你最近是不是谈恋爱了 我没有绕弯子 直接了当就问 小宝被我这么肯定的语气 吓得有点慌乱 他那稚嫩白净的小脸瞬间就白了 弱弱的说 妈妈 我没有 见他不敢承认 我怒气就起来了 语气很是严厉 宋萌萌 你还敢不承认 我都看见你们一起进了奶茶店 你现在才多大 啊 下半年才读高一 你怎么可以谈恋爱 见我如此生气 小宝更是吓得眼泪哗啦啦的直流 一边哭一边跟我解释 妈妈 我还没谈 他是想追我 我还没答应 萌萌 你知道我和你爸爸有多难吗 多少人在笑 我们生了两个女儿 还要供你们读书 都在等着看我们的笑话 你知道很多人还劝我把你送掉 再去生个儿子 可我和你爸都一口回绝 自己的宝贝哪里舍得送走 你能为我们和你自己争口气吗 说到这里我也哭了 这个社会对女人总是不那么宽容 特别是我们又生了两个女儿的 我们真的顶着很多冷嘲热讽 如果吵架都吵不过别人 而这些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两姐妹说过 我不想道德绑架他们 我希望他们永远不会知道重男轻女的感觉 今天我是第一次在小宝面前说起这个 他才意识到我们在背后承受着多少压力 萌萌看见我哭 吓得往我怀里扑 一边哭一边说 妈妈你别哭了 我知道错了 我再也不会了 以后我好好读书 努力向姐姐靠旗 得到她的保证 我瞬间放松了一点 只要我后期多注意 应该问题不大 还好发现得早 不然后果肯定会把我直接窗死 这件事我没有告诉宋氏和大宝 打算后期我自己默默观察 高考完两周后 大宝的成绩差不多就可以出了 我早两年前买了一台二手电脑 当我们一家四口坐在电脑前 等查询结果的时候 大家都紧着一颗心 大宝或许也很紧张 但是我看他感觉很稳 至少输入准考证的时候都有条不稳的 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脑 宋飞飞 语文123分 数学142分 外语143分 物理100分 化学97分 生物92分 总分697分 这已经达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线 我们都激动地抱在一起哭了 我的大宝真的不负我所望 我和宋石在这瞬间感到自己所坚持的是对的 真的很值得 大宝等时间一到就填报了志愿 又在煎熬地等待录取结果 黄天不负有心人 最终我们收到了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我们的心终于定下来了 所以决定回老家一趟 大白酒席宴请四方 顺便带小宝回家散散心 3 9 我们几年没回老家 等我们到家后 公婆看到宋石很是拧巴 又想见又生气的那种 婆婆看到我大宝已经出落成了亭亭玉立的大姑娘 白净漂亮又高挑 小宝虽然还没大宝大 可也是个小可爱了 婆婆像是看到了宝贝似的 可是后面我才知道她哪里是看到了宝贝 原来是看到了钱 大嫂看见我们回来 脸色都不好了 还带着一丝慌乱 我本来还不知道为什么 等我们到了二楼才发现 她把我们二楼的房间给占了 到处都是乱七八糟的 我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 让她把东西挪走 没想到她说 我还以为你们不回来了吗 再说我大儿子经常带女孩子回来 需要空间啊 我有两个儿子 我们三楼都不够用了 你有两个儿子是你的事 把东西拿走 宋石也是怒火中烧 大嫂这才不情不愿的把东西搬走了 走的时候还不满的嘀嘀咕咕说 两个女儿就是好 只出不进 空间都省了 阴阳怪气的 不知道是包还是扁 吃完饭 我在村里的一个玩得比较好的姐妹 来家里找我聊天 让我知道了家里发生的几件事 大嫂的两个儿子都没读书了 大儿子无所事事 也不出去打工 天天在家里玩 花言巧语的哄骗小姑娘带回家里来 大嫂不但不管 反而引以为傲 说她儿子厉害 不需要用钱就能带女孩子回来 以后娶老婆都不用彩礼 说不定还没进门就能给她生个孙子 听到这里我都笑了 现在还没结果 大家都不知可否 大嫂小儿子倒是出门去了北方 说是去闯世界赚大钱了 这几年人影没见着 钱是有拿回来 还不少 大嫂又四处张扬说 她小儿子就说会赚钱又孝顺 给她的钱用都用不完 天天跟吃了蜜糖一样到处炫耀 大姑子儿子读完高中 听说没考上 天天关在家里不知道在干嘛 她女儿比我大宝大一岁 中考就没考上高中 听说现在已经处了一个男朋友 等年龄一到就领证 不对比真的不知道 看着我那高考完了 还拿着一本书啃的大宝 觉得读书真的会让人生活轨迹出现万分不同 第二天等我们起床吃过早饭 正想跟他们商量请客的事 没想到突然来了几个不认识的人 十一个中年妇女扭着腰走在前面 后面跟着一对中年夫妻模样的和他们儿子 手里大包小包提了很多东西 我有点猛 自认为没见过这个亲戚 没等我开口询问 婆婆就急急忙忙的迎了上去 热络的拉起那个妇女说 张大姐 你们终于来了 都等你们一会儿了嘞 说着看了看后头说 这就是小秋吧 那个张大姐咧嘴一笑 也亲切地拉起婆婆的手说 老姐妹你眼神真不错 这就是小秋和她父母 今天都一起来认识认识 那个男生向婆婆打了个招呼说 奶奶好 婆婆开心得要死 马上应道 哎哎哎 真乖 我站在一旁 看着他们不知所以 直到那个张大姐看向我 询问我说 你难道就是宋飞飞的母亲 我一正 没说话 婆婆赶忙开口回答 是嘞是嘞 她是我二儿媳妇 飞飞是我孙女 书贞 飞飞呢 让她下来一下 我仔细想了一下 她后一句应该是对我说的 飞飞昨晚看书太晚了还在睡 有什么事 我心里感觉一点不对劲 女孩子这么懒 怎么嫁得出去 去 让她下来 我没有事跟她说 婆婆不满地命令我 我没动就在这时楼梯上传来我大宝的声音 叫我下来做什么 我转头一看 大宝随意穿着一件牛仔裤和短袖T恤 浓密的头发随意扎起 白净的脸上睡眼朦胧 连我这个亲妈都觉得好看得不得了 果然我回头一看 他们几个人都露出满意的神色 特别是那个叫小秋的 着迷的眼神挪都挪不开 只差没留哈喇子了 我瞬间气得发抖 我现在知道这些人是来干什么的了 原来是来相看我大宝的 我立马过去把大宝拉到我身后 问他们 你们是来相看的 那个张大姐应该是个媒人 见此情景马上过来 把我和大宝拉到沙发一案 把我们按坐在了沙发上 好像这是他家一样 他拉着那几个人坐在了我对面 我婆婆也坐在他们那边 妹子 你家闺女长得真不错 配我们小秋刚好 我跟你说啊 我们小秋可是我们村里有名的老板 他虽然没读过什么书 但是做生意有一套 年纪轻轻三十岁 就在镇上盖了一栋洋楼 买了一辆丝克达 你不知道多少女孩家重于他 可他就是不喜欢 刚才见你闺女那一眼 他就喜欢上了 不愧是媒婆 一口气说了这么多 都不带喘的 我看了一眼小秋 果然还在看着我大宝 眼神就像黏在大宝身上 甩都甩不掉 我气急返校说 不好意思啊 我女儿还小 还不想嫁人 笑话 我那么辛苦 把我大宝养成这样 难道是为了嫁个三十岁的老男人 爆发户吗 我话音一落 张大姐一夜 其他人脸色也不好看 特别是我婆婆 她气呼呼地斥责我 飞飞都多大了 现在不先找个好人家处着 以后年纪上去了 哪里去找小秋这样的好家庭 我身后的大宝想站起来反驳 被我按住了 我看着婆婆 吃笑道 我大宝的婚事不由你做主 她自己决定以后要找什么样的婆家 跟我们都没关系 妹子 话不能这么说 婚姻都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缘 你怎么能让她做主呢 再说现在不嫁给小秋 以后哪里去找能出八万八彩礼的男人呢 张大姐直接把彩礼钱都搬出来了 八万八很高吗 在我们村里算是还可以的那种吧 一般都是六七万 八万八虽然比较高 但也没高到哪里去 更何况 我生女儿是拿来卖钱吗 真是笑话 既然你们家可以出八万八 那自然多的是想嫁的人 我家大宝还在读书 到时候大学四年读完再谈恋爱也不迟 我直接回绝 呵呵 大学你说读就读 现在考大学那么难 再说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干嘛 年龄又上去了 到时候都没人要了 一直不吭声的小秋终于说话了 但说的话让我想打她一巴掌 我直接站了起来 把我大宝往前一推 笑着对他们说 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给我大宝办酒席的 她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 等开学就要去报到了 说完我就看着他们 眼看着他们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想吃了屎一样 婆婆一下子没反应过来 没吭声 小秋看着我大宝自信的样子 有点慌乱了 去你妈的 想pure我们 没门 女孩子读那么多书 没啥用 还不如嫁给我 马上就有好日子过 小秋还在pure我们母女 就是啊 我们家条件那么好 你不嫁是你的损失 她的父母也开口帮腔 我喜欢找一个跟我同频率 同一世界的男人 至少比我有知识 有文化 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爆发户 不好意思啊 我牧强 我大宝冷冷地说了一句 眼睛定定地看着小秋 就像看一坨屎 确实 她就像一坨屎 也不看看我女儿是谁 一句话就把那个小秋堵得哑口无言 各位请吧 如果不要介意 也可以留下来讨杯酒喝 我们不嫌弃 我冷冷地下烛课令 你 你 你们 一定会后悔的 留下一句狠话 她们灰溜溜的就想走 我冷笑 不好意思 我女儿就算不嫁人也不后悔 她们灰溜溜的走了 留下一脸惊恶的婆婆 看我女儿长大了 好看了就想卖了 也不问问我这个当妈的愿不愿意 我瞪了她一眼 带着大宝就上了楼 转头就把这件事告诉了宋时 宋时又转头去找婆婆 大吵了一架 感动她宝贝女儿 认你是亲妈也没用 婆婆被骂得狗血淋头 十一 等我们宴请宾客的时候 大嫂和大姑子两家都惊呆了 呆呆地看着我们热情地在招呼客人 我和宋时被嘲笑压弯了近十八年腰 在今天终于值了 我大宝不单是村里的第一名清华大学生 还是我们市的理科状元 这难道不值得我们把腰板挺得直直的吗 村里大部分的人我们都请了 他们摸着我大宝的录取通知书 个个都在羡慕 当然也有个别羡慕极度恨的 比如跟大嫂大姑子一流的 我隐隐于约还能听到他们酸溜溜的说 女娃都读大学有啥用 最后还不是要嫁人变成别人家的 就是就是看他们得意的样 我听着想笑羡慕不来了只能诋毁 我知道我看了一眼公婆 虽然不喜欢孙女 但是我大宝间接地让他们也沾了光 变成了被羡慕的爷爷奶奶 已经被捧得晕乎乎分不清东南西北了 我大大嫂和大姑子脸都绿了 从前公婆可都是以他们有儿子为荣的 现在没想到却因为我女儿 让公婆的位置变了 我心里冷笑 借着敬酒的名义 我对大家说 很多人觉得我生两个女儿干嘛要读那么多书是吧 可是我觉得啊 不管男女就是要多读书多见识面 才能让他们不再聚于这个小小的天地里 脸朝黄土被朝天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 可我希望我的女儿是有文化有主见的独立个体 我爱她们 所以我想给她们足够的自由 我说完后 大家都安静了 宋时和两个女儿泪眼朦胧的看着我 大宝和小宝过来抱着我说 妈妈谢谢你 全场宾客看着我们鼓掌 但不包括大嫂和大姑子两家人 他们还在冷笑的看着我 好像不屑于孩子是否读大学 可是后面他们真的笑不出来了 因为大宝的排名和综合表现良好 政府给予20万的奖励 还有我们县里著名的上市企业 海思福给予资助5万元 这些都那么凑巧的就在我们摆酒席的时候 派人送过来的 还跟着一名记者拍照 这下把我们村里的人全都给震惊到了 现在他们才知道原来读书不但能史文断字 还能找到好工作 更有着意想不到的奖励 他们生平头一次见 我大宝有幸成了村里第一个让他们见识到有这种好事的 也成了后面他们教育孩子要好好读书的榜样 大嫂和大姑子他们脸都黑了 公婆脸上笑的皱纹都出来了 但我知道他们应该是看到了这笔钱 那很抱歉啊 这钱他们肯定是没份的 可是我却低估了他们的脸皮 12等宴席一散 他们很快就想来分一杯羹 公婆让我们拿出15万给他们 我都争住了 总共25万给他们15万 哪来的脸 更何况跟他们有关系吗 所以宋时马上就拒绝 不可能 别说15万 1.5万都没有 你们做过什么吗 这是飞飞自己努力得来的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婆婆立马就跳了起来 气呼呼的说 如果我没生 你就跟我没关系 她是我孙女 赚了钱不得有我们的份 你们是生了我 所以我之前每个月 都有给你们1000生活费 可是自从我们有孩子后 你们又做了什么呢 抱过他们一次吗 有吗 不需要我开口 宋时一个人就能创死他们 毕竟他们的冷漠和视力眼 让我们一家四口 吃了多少冷嘲热讽 她比我感触还深 再说 飞飞和萌萌 还需要读书 还需要钱 你们哪里好意思要这笔钱 宋时说完都替他们感到羞愧 大嫂酸溜溜的又开始挑拨离间了 小叔子不是我说你 一下子有这么多钱了 给父母一点算什么 难道你不要孝顺他们吗 她说完 就被她老公宋国 踢了一下腿肚子 刘艳气得白了她一眼 那这样说来 爸妈平时最疼你两个儿子了 他们有给钱吗 有吗 我顿时就气得回了一句 刘艳果然脸色都不好了 就是因为我知道她两个儿子的情况 所以才敢这么问 公婆立马更不高兴起来 平时没被点破 他们还没察觉到什么 现在被我这么一说 他们应该也想到了两个孙子 从来没有把他们放在心里 他们看着刘艳的眼光也开始不满了 刘艳气得要死 赶紧的就溜了 我们顺利的办好酒席后 我发现不论我们走到哪里 都能收到羡慕的眼光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大宝 这些都是他为我们挣来的 四十三 大宝去了清华读书 我没有把心思放在小宝身上了 小宝自从那次开小差后 又见证了姐姐的荣耀 他回到城里后 就开始恶补自己以前落下的功课 成绩虽然不如大宝 但是也很优异了 在三年后的高考 我又跟送大宝一样 把小宝送进了考场 他很紧张 但还是安慰我 他有信心 我摸了摸他的脸说 萌萌 你放松考 我们不要求你和姐姐一样 凭你自己的能力就行 如果考上了 我们给你办一个跟姐姐一样的酒席 小宝顿时放松了许多 然后走进了考场 等三天后考完最后一课的时候 他才放松下来 有了大宝的经验 等小宝的成绩时 我们稍微轻松了一点 等到结果出来后 小宝以优异的成绩678分 过了复旦大学的录取分数线 小宝哭了 他说虽然赶不上大宝的成绩 但他已经很满足了 我们也很满足 他和姐姐真的给我们张脸了 接下来也是等田志愿和录取通知书 可能我们前半生我们的霉运终于过去了 现在大宝和小宝从高考到拿到录取通知书都是非常顺利 我们再次回老家办了一个酒席 酒席很顺利 我和宋时已经被夸得嘴都软了 说不出话来 如果说大宝上清华已经让他们羡慕不来 加上小宝能上复旦大学 已经让他们都无力嫉妒了 大嫂和大姑子这次没空来说风凉话 因为他们已经自顾不暇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嫂的大儿子把一个小姑娘带回家搞大了肚子 并且后面的是泰并没有按他们的意愿发展 那个小姑娘的家里有一个社会青年哥哥 也就是村吧 别人都不敢得罪他们家 偏偏刘燕的儿子就动了他妹妹 结果被他哥哥打了一顿 要求刘燕拿30万彩礼把他妹妹迎进门 否则就见一次打一次 刘燕大儿子第一次踢到铁板 被吓得半死 一直让刘燕想办法筹钱结婚 偏偏刘燕小儿子在前两年就已经没有钱寄回来了 不但钱没有 人都消失了一样 毫无音讯 大家都在传 是不是被骗去绵北嘎腰子了 宋国只知道种地的人 刘燕又好吃懒做 没有上班赚钱 哪里来的30万 然后刘燕就找到了我 希望我能借给他25万 剩下的5万他自己想办法 我一听 真是好大的口气啊 感情是我家娶儿媳妇吧 我直接回绝 没钱 虽然我们因为大宝的奖励和平时节省下来的 已经有一些存款 但我为什么要借给总是来嘲笑我的人 你怎么会没钱 你女儿不是有奖励和奖学金吗 你肯定有存款 刘燕气姐 居然这么了解 看来暗地里很关注我们啊 我冷笑道 不是有儿子吗 找你儿子要啊 大的不行 就跟小的要啊 我明知道她的情况 也开始戳她心窝子 刘燕一下子就被我气得要走 因为她不想在我面前暴露小儿子 已经联系不到了 看她这样 我终于出了一口玉气 但我没想到的是这才刚开始 十四 小宝也去复旦了 我和宋时依然努力赚钱 两个女儿也勤工俭学 大宝兼职做家教 小宝也会在外面奶茶店找了一个兼职 我们一家人都在努力赚钱存钱 我内心满满都是安全感 时间过得很快 大宝大四读完后决定继续读研究生 他开始担心我们不同意 但我和宋时哪里会拒绝 哪怕需要很多钱 只要他肯读 我们就工 所以大宝又开始了读研 在第二年的时候 他遇到了一个对他事实有回应 渐渐有着落的男孩 他自己观察了半年 并且见过对方家人后 才带来给我们看 当时我还真有点猛 没想到之前还在怀里的宝贝 居然已经有男友了 大宝对象叫周深 身世又帅气 举止不凡 大宝说周深的家境非常好 好到刚来见我们 就送了一辆麦腾给我们 我和宋时万分惊讶 怎么也不敢收 很惶恐 但是这个准女婿怎么说的 他说 叔叔阿姨 谢谢你们给我生了一个 这么棒的女朋友 也真的很感谢你们 在这重男轻女的社会 你们能这么坚定的 供两个女儿读书 还把女儿教得如此好 我父母眼光很高 但是他们一看到飞飞后 马上就同意了 所以我父母送的这个见面礼 你们一定要收下 我和宋时泪目了 这哪里是我们会教养 都是我大宝无视自通 极度自律才如此美好 在小宝大四即将出国做交换生的时候 大宝和周深要结婚了 周深父母一直催促大宝 尽快结婚进门 大宝非得要等研究生毕业才结 没想到周深父母也很支持 没在催促 但是已经把郊区一栋别墅过户给了大宝 让他安心读研 所以等大宝读研一结束 拿到了一个外资大厂的offer年薪80万后 周家就开始来提亲下聘 结婚的时候 我们提前回了老家 周家在我们市区 周家父母先来家里安排婚宴 周家父母不愧是上流人家 举止投足简直就是行走的贵气 他们让人把彩礼聘金668万 除了之前那栋别墅 和市中心一套大平层 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给了大宝 我看到了我公婆瞪大的眼睛 大嫂的不敢置信 嘴巴已经大的能塞下一颗鸡蛋 这么好的彩礼 一下子就在村里炸了锅 我和宋时脑子也是猛的 小宝也很兴奋 唯独大宝一脸淡定 我以为这已经给我们足够的面子了 没想到等结婚这日周家又开了20辆豪车迎亲车队来村里 不是宝马就是奥迪 新郎周深开的是一辆布加迪威龙在车队最前面 怕他们找不到 所以我们到村口去接车队 等我们接到了周深的布加迪威龙就上了车 结果刚进村没多久就碰到了熟人 是之前来我家乡看的小邱一家 原来他们家就住在村口路边 他们也在人群中看着迎亲车队 看着长长的豪车队 扎舌了 脸色都不好看了 特别是看到我们也坐在车上 当周深帅气的脸和霸气的布加迪威龙经过小邱面前的时候 趁得他和他的斯科达多么寒酸 想必他早就听到了今天这个婚宴是谁的了 周家没有固定办几桌酒席 他们甚至把大半个村的人都算上了 桌子摆得连隔壁邻居家院子都一起借过来使用了 我看到小邱家也被不知情况的周家派人请上了桌 看到大宝如此豪华的婚宴 他们一家人的表情跟吃了屎一样难看 是谁当初讽刺我大宝多读书不好的 又是谁说我大宝配他刚刚好的 现在应该舌头都要闪了吧 我大宝的福气在后头呢 整个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周身好看又绅士 大宝美丽大方 一对婢人献煞旁人 公婆只顾着张着嘴笑 已经不知道自己所在何处 大嫂和大姑子气得一直咬着牙 恨恨地吃着酒席 我和宋时哭了 这一刻让我们觉得这一辈子都值了 15 大宝把彩礼668万和一套大平层都给了我和宋时 说特别感激我们对他的爱 以后他还会赚更多的钱来孝顺我们 我们没有推脱 因为大宝还有一栋别墅 他和周身的工资也高 一套大平层估计也就一两年的事 只要是大宝不想他爸爸送食再出去打工了 他已经累了这么久 头发都白了许多 连高血压都有了 大宝说我们现在开始只管享福 每天只需要吃吃喝喝玩到处去旅游 妹妹他会管 小宝笑嘻嘻地说 谢谢姐姐姐姐夫 我就要去国外当交换生了 爸妈就交给你们照顾一下哈 大宝捏了捏他的脸笑说 还需要你说呀 你好好读书 放一百个心 你姐姐说的不错 爸妈我们会好好照顾的 女婿周身也跟小宝保证 看着他们如此 我和宋时又想哭了 我们给了58万给公婆 就当是报答他们生养宋时珍 当然不是觉得能用钱去买断这个关系 只要他们不作妖 后续我们每个月该给的还是会给的 他们一辈子也没一下子见到这么多钱 都愣住了 都不敢相信我们会把钱给他们 第二天就在村里转悠 逢人就说他们的孙女孝顺 漂亮能干 又嫁了一个好人家等等 我们笑而不语 十六 小宝出国了一年 回来的时候 居然给我们带了一位外国男友 此时我们已经不需要努力攒钱了 甚至因为大宝 我们一家人过得很滋润 所以不管小宝找什么样的男友 只要人品好靠谱 爱他保护他 我们都同意 小宝这位外国男友叫瑞恩 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加上他说 可以在国内买一套房 最意外的是小宝告诉我 他和瑞恩沟通过 到时候有生孩子的话 会拿一个孩子跟我们信送 刚好取中文名 合适 这简直就是意外之喜啊 在大宝怀孕后 小宝和瑞恩已经谈了两年了 我们挑了一个吉日 又回老家给小宝操办婚宴 大宝的婆家有钱 聘金已经让村里的亲戚朋友扎舌了 现在小宝又要和一个外国人结婚了 又在村里掀起轩人大波 见到瑞恩典型外国帅小伙的蒙眉欧视野 蓝色眼瞳 此时正宠溺的看着我小宝 大嫂两个儿子没得羡慕 大姑子看了看瑞恩 又看了看他那喝不留秋 长相一般 家境一般的女婿 是越看越不顺眼 脸色越发的难看起来 公婆这次很上道 前前后后忙里忙外的招呼客人 脸上的笑容已经藏都藏不住了 婚宴办得很顺利 两个宝贝的人生大事都已定了下来 我和宋时又相拥哭了 十七 大宝第一胎生的是女儿 周深和他父母完全没有因为他生的是女儿而嫌弃 反而大张旗鼓的在我们老家办了一场满月酒 又在城里办了一场 还当着亲朋好友的面又过户了一套大平层给大宝 给大宝女儿办了一张银行卡 存入了一百万元 说是给他成年后的启动资金 亲朋好友又震惊了 感觉被雷劈了一样 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压根没看过这种操作 现在才发现生女儿原来也可以这么风光 人生顺遂后 喜事一件接着一件 大宝生完 小宝怀上了 经过煎熬的孕期 生了一个男孩 瑞恩给他取了一个英文名 再取了一个中文名 叫宋蒙瑞 这下把我公婆乐坏了 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儿子还跟我们姓 简直比中了彩票还开心 大嫂看到我们如此喜事连连 已经气到不想说话了 因为她的大儿子最终还是把那个姑娘娶进门了 三十万是梅花 但是大嫂去借了十五万 凑了二十万娶进来的 她儿媳妇是个厉害的 生下来是个女儿 但是大嫂却不敢嫌弃 因为那个儿媳妇比她还泼辣 不单敢动口还敢动手 大嫂成天就伺候她和带孩子 给他们煮饭洗衣服 明明只大我一岁 可是看起来已经像是快六十岁了 小儿子听说至今没有消息 可能真的在缅北已糟不测了 大姑姐送领女儿嫁的一般 嫁了以后生的是儿子 可是婆嫁却不好 即使她生的是儿子 待遇也不好 甚至还要跟大姑姐挤一个房间 对 你没看错 就是挤一个房间 她的大姑子明明嫁人了 还要带着儿子回娘家住 一个房间用帘子隔成两半 大姑子和她儿子每天还要越过她的床铺 掀开帘子进礼物睡 婆婆又偏心自己女儿 煮了鸡蛋都没有她的份 过得卑微又可怜 宋玲大儿子不喜欢女人的事终于爆了出来 因为村里的人陆陆续续都看到了 她经常和男生成双入队 甚至去酒店开房间了 大姑子宋玲气得倒痒 再看看我两个女儿的归宿如此好 她曾经还嘲讽我没有儿子 现在都不怎么赶回来了 公婆也没啥感觉 因为他们已经被我两个女儿拉高了期望值 而满足他们虚荣心的就只有我两个女儿 所以现在只要看到我女儿 都是宝宝前宝宝后的 过了两年我大宝又生了一个儿子 儿女双全了 周嘉一高兴 又过户了一套房子 小宝说二胎还在考虑中 但是瑞恩已经迫不及待想生二胎了 直接把混血儿送蒙瑞争给我了 看着这蒙蒙的混血儿 我这个做外婆的都快要看吃了去 日子越过越好 越来越顺意 我和宋时站在大平层的落地窗前 看着窗外的景色相拥在一起 我们都很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 其实做父母的不要有儿子女儿之分 教育好了都是金鸽的 教育好了都是金鸽的